可能这个就跟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方法 可能就不是很适合用 我们要谈的这种的折旧方法呢 可能比较适合用在那种价格没那么高 因为像那个 我记得上一次在讲 应该是讲品心吧 当时那个食用油的问题 就爆料说他们在什么 1013那个大楼有开了个餐厅 那是高档的餐厅 那个装盘多少钱啊 然后那个它的碗用的器具 比如说碗啊 筷子啊 盘子啊 就是多少钱啊 用一个讲究 好 那我要谈的 我刚刚讲的 这个不是我们先要谈的 一般的 在一般餐厅看到的 那个碗盘的折旧方法 我们用在一些比较 平价式的 用在平价式的一些餐厅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 我们的折旧方法有 基本上对于那种 数量都 单价又不高 但是呢 它也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消耗品 好 比如说我们去餐厅 它如果用那种 现在因为有环保意识抬头去呢 它也不会用纸盘子 它有一种盘子 我也搞不清楚 但是它说到胶吗 也会摔坏 好 这是算什么材质啊 它不是完全不会摔坏的 好 不是完全不会摔坏的 它是会摔坏的 而且它也不会 如果你要看有些盘子 它不是这个缺一个孔的那种 好 它还是可以用 好 所以它也不像这个 用什么纸盘子啊 纸碗那种 好 所以对于那种的就是一种数量多 单价小的那个资产 好 我是想说 比如说它的管盘这些东西 它怎么样去用它的折就方法呢 好 所以我们有两个比较特殊的折就方法 都会用在这些地方 好 第一个就是盘存法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报废或者是同治法 好 第三种 还有一种是对于比较 不是单价低的 好 从集体折就法 或者是通合折就法 不是因为它这个资产的单价低 而是因为它的种类多 然后呢 我们有没有必要逐一去设 比如说好了 我们有办公室 有办公桌椅 有事务机 也就是事务机 包括什么 事务机 传真机 电话机 包括你的电脑 都可以算是你办公室的里面 那如果把每些这些东西 比如说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的付费金 还有什么 一堆有的什么 没有的金呢 好 那如果我们分别设它的快捷 我们分别设它的折就备用的话 好像太多了 所以我们就会另外采取所谓的 复合折就法 就复合折就法跟基底折就法 它不是针对那种单价低的 好 是单价高 但是因为它的种类繁多 然后或者是呃 单价高 然后呢 它的那个呃 同质性又高的 我们就用基底折就法 好 这是这几个折就方法 会适用的一个状况 好 哪些的类别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 它的折就方法好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盘春法 盘春法又称为平价法 那适用在哪里呢 看一下315页 适用在大量相似且低成本的资产 比如说小五金工具除具 好 那盘春法呢 就有点像定情盘春式 好 想想看定情盘春式 有什么特别 是 定情盘春式 用在存货的数量的决定 我们说我们的存货盘春制度 有两个 永续盘春跟定情盘春制 那定情盘春制最大的不同 第一个是你买进来收入的科目 我们先用费用科目入账 好 第二个更大的不同是 它的定情盘春制之下 你的期末存货的决定 期末存货的决定是怎么 消货成本的决定先是借由期末存货决定之后才会决定出你的消货成本 对吧 那你的期末存货怎么决定出来 期末存货怎么决定出来 对啊 实地去盘点 所以盘春法 它的重点就在于什么 实地去盘点 换言之呢 它就其初有的这个 跟期末去盘点新盘点之后的 中间的差 它是认为它的折作费用的性质 好 所以看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它的315页 它的处理程序 盘点 期末盘点 手存的资产 然后呢 期末存货的资产就是资产 因为我盘点出数量啊 那我怎么知道它的金额呢 好 所以是什么 它的重置成本去乘上你盘点出来的数量 就是你期末资产的价值 那我的折作费用呢 就是期初跟期末中间的差 就是万一你的资产中间有异动 我期初有增加 那我也就把它加上去 所以等于是说我调整钱 就是我承认折作费用之前的资产的金额 所以账列价金额 入账金额 账上的金额 如果去盘点之后 我期末存货的金额中间的差 曾认为折救费用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那它比较特别的科目的 特别的地方是 它不会产生累计折救 它是借折救用的 直接代计你原来的资产科目 你不用再另外产生一个是累计折救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施律师吧 它是期末资产的数量乘上重置成本 所以重置成本就是期末那时候的价格版的 好 所以它才会叫做评价吧 好 那我看一下呢 施律师吧 2月1号这是营业餐厅 好 然后呢 它的盘群 那个餐具才盘存房 然后呢 是2月1号 1月1号 一开始就先买了30万 8月29号又买了5万 好 1万它现购也设够了 只是你代放的坑物有不同而已 好 那10月1号呢 储存部分的餐具 好 收到现金的钱块 那你储存的时候 因为它 等一下想想看 因为我提列折救的时候 我是借折救直接带 比如说我是餐具 好 原来我的科目 假设像这个例子 它就用餐具 所以我提列折救的时候 是借折救 我直接带餐具 所以当我处分的时候 我就是直接冲掉我的餐具的帐上 那个 我卖掉拿到多少金 我就直接冲它的金的 剩下来的 没有所谓的处分水平 我剩下来就是成了我的折救费用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12月1号 我盘点 剩下的 估计它的价值有28万 所以你可以看 我一开始是买30万 后来又增加了5万 所以我的餐具有35万 那10月1号呢 又卖掉2000 所以我的餐具减少了2000 对不起 它是直接冲掉你的折救 直接借先清淡折救费用 那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如果我是先借 我先看课本上面的 假设你卖掉 你先借折救费用 好 所以我的餐具是35万 现在我期末盘点剩下28万 所以我承认折救费用是7万 好 你可以看课本上面是 接折救费用费用 代餐具7万 我现在想说 我另外一个写法 我也可以怎么样呢? 好 10月份的时候 10月份的时候我写法 10月份 带厨具 餐具 2千 12月31号 我做的分路 借着就 備用 带餐具 因为他有先告诉你 他的分路 代一方是不用承认那些 那我们看他的金額是多少 我原来30万 加上5万 剪掉我这边2万 还有2千 好 这是我参计的帐上金额 然后剪掉呢 我现在告诉你 现在餐具的 公平价值 凝固剩下金 28万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承认的金额是16万 我告诉你意思是什么 如果我10月1号这样写 12月3号提名 这样的折救没有 跟课本上面的一部一样 一样 对不对 我的折救费用 反映在我的自想数再表的 还是6万8 因为他先带2千块的折救 10月1 然后12月30号就借折救7万 两个一并 是不是6万8 如果我这样写 是不是一样的结果 餐具的账面价值 比较18万 好 所以我道具也是 你也可以这样写 好 所以我卖掉的时候 我可以先把我的餐具 帐上进来的接近的 我课2千 也可以 你也可以像各位一样 先写折救没有 再次折救没有 也可以 但如果说了 重点是当你可以选择A 可以选择B 原因是什么 你做出来的结果也不会一样的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盘存法 我们来看一下 报备跟重制法 好 那这两个 报备跟重制法呢 用在什么地方呢 用在310月 比如说共同学的铁路电话电线 或者是什么 自来水的什么 水表 后面的例子就是讲水表 好 那这些东西呢 它是数量大价值低 好 那不易估计它的经济年限 而且资产的报备跟维修 不容易去区分 好 所以像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就会采取报备或重制法 所以你要搞清楚 这些特殊的这种方法 是用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 好 那报备跟重制法呢 有什么不同呢 还是有一些些的不同的 好 报备呢 好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好 它说呢 我们的这个 所以呢 因为它是 它是重制或者是 是报备或维修不易区分 那你报备之后就要买嘛 好 所以呢 它就很难去区分是 报备还是重那个维修 它说呢 因为 但是如果呢 好 所以看一下 如果报备呢 同时就必须增添另外一个资产来取代 报备掉这个资产的功能 所以报备跟重制是同时发生的 那如果我重制的数量超过报备的数量 那我会视为新资产的取得 好 就会用另外用它的其他那个成本来入账 好 这是有关于这个适用的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好 那如果我的报备的数量小于我重制的话 应该不错 那接下来看一下报备法跟重制法 它的处理上面有什么不一样 报备是资产的原始成本 减掉它的残值 好 然后呢 它的处分所得到的现金当做 好 所以报备的话是资产 在报备的时候 以报备资产的原始成本减掉残值 这个残值就是什么 所得到的现金呢 好 那中间不见的就是你的折就费用 那这种呢 报备法的有点像存货者比较方便采取 先进先出法 那重制法就是指后进先出法的概念 就是我以后面买进来重制的金额 当做是我的折就费用 好 我先买进来的金额扣掉 我除分掉就有的资产拿到的现金 中间的差就当做是我的折就费用 所以它有点像后进先出 好 那基本上来讲呢 这个报备跟重制法有个特点都是什么 它不计算个别资产的折就 所以跟刚刚的盘存法一样 也不承认个别资产的累计折就的科目 那很重要一点是 它存分的时候也跟前面一样 不承认任何的存分损益 就像我们刚刚我们的资产餐具 我卖掉2000 我卖掉2000 我卖掉这2000是原来的成本是多少 就算有告诉你 你也不要去承认它的存分损益 好 因为这种特殊盘存的方法就是 它不承认它的损益的存在 好 除分损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呢 基本上次第19 这个折旧方法我们看一下 它说自来水厂 在水表上投资金额很大 但是因为这样每一家呢 每一部都要设一个水表 所以它的金额数量多 但是呢单价也不高 好 那X7年初的不动产厂房期设备中呢 这个自来水厂有的水表 这个资产科目 帐上的余额是8300万 那X7年中呢 有报费部分的水表 它的原始成本是120万 报费所得2万块的现金 那又花了170万来买相同数量的水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报费的话 所谓的先进先出万 意思是什么 我把120万的原始报费的成本 报费水表的原始成本120万 减掉卖掉的现金2万块 所以我承认折旧费用是168万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那个 报费法 好 第一个你看一下呢 我报费法是算是什么 报费法是先进先出法 所以我的报费法呢 是不是应该写 它根本是不是写反的 对啊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啦 所谓的报费法呢 是采取先进先出法 就说我卖掉 什么叫先进先出法 报费资产的原始成本减掉 他卖掉的拿到的现金 作为折旧费用啊 所以120万 对不起喔 那应该是 我刚刚讲120万减掉2万 所以是118万 那边是写的 好 所以呢 178万就是我的折旧费用 然后呢 我再承认我新买进来的 170万的水表进来 好 这是报费法 就是把我报费的资产的成本减掉 我报费拿回来的现金 好 那我们叫做报费法 那中间的差就承认我折旧费 那重制法呢 就是把我重制所发生的支出减掉 我报费旧资产所拿到的现金 所以我重制新的水表170万 扣掉我卖掉的这个旧的水表拿回来2万块 所以我承认的折旧科目就168万 就是第一个重制法就这样子来的 好 所以这很简单嘛 所以你只要搞清楚 第一个这个重点 不管是盘存法 报费或者是重制法 第一个你要先搞清楚 它适用在什么情况之下 第二个特点是 它都不会有带方的累积折旧科目 第三个特点是 它处分的时候 不会产生处分成一 好 那其他比较细的细节 就是稍微 有时候你可能稍微挖旗一下 报费就是类似性进行事 从这就有影响后来 大概 但是这三个方法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它不是累积折旧科目 第二个它的特点是 它不承认处分所益 第三个特点是 它各有不同适用的产业 或者是一些状况 好 这大概这三个特点 要搞清楚 好 再来看一下另外一种折旧方法 集体或者是复合折旧方法 那集体跟复合呢 有点不一样 集体是使用在同质性高的制裁 比如说我是运行 我买了 我有很多卡车 那我很多的卡车呢 一定是什么 来来去去 就我现在有个五部卡车 我可能会开放掉一部 然后又买进新的一部卡车进来 这样子就是什么 它算是集体折旧法 因为它用在的是什么 同质性高的资产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集体折旧法跟复合折旧法呢 是将多种资产合为一组 然后就在组内的资产的平均折旧率 来提列折旧 好就是把相同那个资产合为一个组 但是呢 这个同主的资产 不管项目多寡 资产的成本跟累计折旧 都是只有设一个统一的 只设一个统治帐户 可是它不会主力去设 好就是集体折旧法跟复合折旧法 一个特点 好就是说它把这个组合里面 它这个组合里面 只设一个统治帐户 那这个组合里面呢 这个统治帐户 我只是用一个平均折旧率来算 好那这平均折旧率怎么办 稍微来看 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你看一下 那个性质相似的数向资产 合为一组体裂折旧 我们称为集体折旧 所以性质相似 好但是如果性质不一 好性质相不同的资产 合为而一的 折旧法我们叫做组合折旧 好那我们看一下呢 这个比如说 好它说呢 航空公司把它的机器的引擎 飞机的引擎 都设为一组的资产来体面折旧 那这个叫做集体折旧法 因为它的是什么 性质相似 那如果呢 我把机体里面各项设备合为一组 那就叫做复合折旧法 因为我有引擎 可能会有不同的什么 这个机器 比如说好了 我有空调设备 我有飞机启动 这个起飞的引擎 所以它这个 如果通通合在一起的话 那这个叫做组合 好这个就是复合折旧法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它的计算的折旧率 是找出它的平均折旧率 那平均折旧率是资产里面 这个组合里面的资产的成本 去除它每年应该体面的折旧 所以先针对每个个别资产去算 好 然后算出来一个集体的平均的折旧率 那每年的折旧率 就是它的资产的成本 去成长平均折旧率 那重点来了 如果我处分的时候 基本上不管是集体折旧法也好 复合折旧法也好 基本它在这个资产当中的 偶尔的进行输出 它是不承认处分严厉的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它说呢 在组内资产进行处分的时候 除了将它成本冲销外 成本要冲销 那成本跟处分所的中间的差 是正列为它的累计折旧 意思是什么 除非你的资产是全部处分 否则是不承认准利的 资产的主分随意等 好 那因为你没有增加新的东西进来 也不用重新计算它的折旧率 但是如果有新的资产加入的话 那我们尤其是这个资产的量年限 跟原来组合的资产的平均量年限不同的话 就视为新的组合必须重新计算它的平均折旧率 它的做法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智力20了 好 所以我们刚刚先看一下 所以我们先得到一个结论 基本上不管你是集体折旧法 或者是复合折旧法 在你主份部分的资产的时候 都会承认处分损利 那是集体折旧法 复合折旧法 跟前面的复合盘存法 从支或报备法最大的不同在于哪里 我们刚刚这样看下来 复合折旧法也好 集体折旧法 跟前面的这两个方法 好 视为一主 前面的盘存法 从支法或报备法 视为一主 这两个方法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相同点在哪里 我刚刚已经讲了 他们都不会承认处分损利 尤其是集体折旧法 跟复合折旧法 除非他所有的资产都处分完 这个组成里面的所有的资产 全部处分完 要不然他是不会处分部分资产的时候 去承认处分损利的 所以这两组集体复合折旧法 跟盘存报废这个重制法 有相似的地方是 都不会因为处分资产的产生处分损利 这是两个 这两组特殊折旧方法的相似相同点 那不同点在哪里 这样刚刚一路看一下来 不同点在哪里 极体跟复合折旧法 不同点在于 极体跟复合折旧法 当你服力折旧 Katherine Sahanda 另一方是承認累積的就對了 好 所以這個是這兩組最大的不同 好 這樣搞清楚了嗎? 好 所以這為什麼叫特殊的就對了嗎? 因為它不是用在一般性的 好 所以像前面的用在什麼鍋碗、瓢盆 就是比較小的 數量多 價格低的 那集體跟複合呢 它不見得是價格低 而是它是什麼? 它是相似性比較大的 我們叫做這個集體折舊法 它就譬如說飛機的引擎一定是價值很高的 它不會是價值低的 好 那飛機裡面的東西把它組成一個 比較複合折舊法呢? 它其實也不是價格低的 好 只是說我們不會單獨去設 每一個裡面的系項的那個科目而已 好 那我們看一下呢 實力二十 好 佩德公司呢 將它的辦公設備 好 都組合為一 好 它的辦公設備裡頭有 辦公、桌椅、電話系統、電腦、設備 對 這三個是不同的東西喔 好 辦公、桌椅、電腦、電話 這是三個不同的東西 它組合在一起 所以它是一個複合折舊的觀念喔 因為它們沒有這些東西的統籍性不高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三個資產呢 都是在超五年初取得成本分別是五萬、十五萬、七萬、五千 那我們現在分別是五年、七年跟三年 然後殘值都是成本的百分之五 所以我們先分別去算這三個資產 分別要提的折舊費用 好 所以可以看一下在我們下面的解析裡面 辦公以五萬 它殘值是百分之五是兩千五 然後呢 它可以用幾年 用五年 所以呢 它的折舊是九千五百塊 好 然後呢 辦公設備類似 它可以用七年 電話設備可以用七年 然後呢 是 它的原始成本是五萬 好 算出來每年的折舊是兩萬零三百五十七 電腦類似的計算方式 所以得到三個資產呢 它的每年要提的折舊是五萬三千六百零七 我們剛剛說 第一個你要先去算它的平均折舊率 那平均折舊率是每年提的折舊去除它的總成本 它總成本呢 是五萬、十五萬、七萬五千 所以加起來是二十七萬五千去除 好 它的那個平均折舊呢 是五萬三千 五萬三千六百零七 所以折舊率是十九點四九三 我們看到在那個組合折舊率的計算裡面 就已經先看到了 好 這是組合裡面各個資產的折舊去除它的總 這個組合裡面的總成本 它組合的總成本 去得到我的平均折舊率 所以呢 我們每年提的折舊費用都是什麼 都是它的總成本去乘上它的平均折舊率是十九點四九三 好 這是第一個 我們去計算它的組合折舊率 或者複合折舊率的金額 它的比率 第二個 它現在說呢 在X7年初 我電腦設備用兩萬四千的價格賣掉 那我們剛剛已經講過 在組合之內的資產如果處分部分的話 我們是不承認處分損益的 那我成本跟我賣掉拿回來現金中間的差 就當作是我的累計折舊的重銷 所以就是沒有什麼 所以我的成本減掉累計折舊 就會等於什麼 我處分拿回來的現金 所以它就沒有承認處分隨意嘛 好 所以看一下 我的電腦 我的原始成本有七萬五千 七萬五千我拿回兩 拿回三 拿回多少 兩萬四千 所以我承認的折舊費用就五萬一千 所以看一下 在X7年初我拿到現金兩萬四 所以跟我的辦公設備中間的差五萬一千 我再當作累計折舊的重銷 所以有沒有承認處分隨意 沒有 好 再來X8年呢 我又買了那個每部成本三萬塊 買了三台的傳真機 然後加入這個這個組合裡面 那傳真機呢 可以用四年 好 然後呢 它的殘值有一萬 所以我分別再去計算了 所以你可以看 因為我電腦已經沒有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在我們的三百億十九億 國外同學去計算它的複合折舊率 好 所以我的每年提的折舊費用 跟電話跟辦公桌椅跟前面一樣 那我加了一個傳真機進來 所以算出來呢 我的折舊 好 每年傳真機每年要提兩萬 所以我算算我的平均折舊率是 四萬九千八百五十七 去除我的總成本是29萬 所以得到平均折舊率是17.1920 所以我提的折舊費用就是17.1920 百分之乘上二十幾萬 所以我每年的折舊費用都是四萬九千八百五十七 就是複合折舊法的處理方式 好 這樣看懂嗎 所以呢 這些特殊折舊法 就必須要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總是有一些的情形 或者是有些產業會適合用這些折舊方法 所以我說把這個折舊方法呢 比較特別一點呢 就是它的計算方式 跟我們前面講的幾種的折舊方法不一樣 但是 重點我覺得你比較知道的是 第一個 它適用在什麼情況之下 這些折舊方法的基本概念是什麼 大概先有這樣的了解就可以了 好 那其他的計算可能就比較是小事情了 我們就要把這個原則抓住 其他的其他的東西呢 可能 其實我這樣講已經要暗示了解 我考試的時候不會去考你折舊從事法 要承認多少 我可能會考你的觀念 我會考你的觀念的問題 好 那這些計算呢 其實比較觀念清楚 應該就不是太困了 好 那我們第七章就整個完成了 全部都講完喔 所以記得我們第三次考試的時候 等於第七章是全部都會考 因為我們講的包括第十四章 好 等於第七章等於是我們期末考 會考你的重點 我們下個禮拜講 因為講第八章 第八章會有兩個重點嗎 其中一個重點是在於資產前一種的動作 好 那其實這個書裡面呢 它的第八章講得有點複雜 好 所以你要先考慮資產先考慮 第八章主論說 第七章來的第三章 它其實講的第十一種動作 好 所以請你好好的整備好 睡飽一點 下禮拜要講第八章 這是我們複雜之產的重頭戲 好 那我們先先下 一枚擺声 也有一個重點 這就是一陣子 八章 非常詳細快 是第七章 是誰